今夜时间大批员警来到现场 并将这蓝色外墙的员工宿舍拉起封锁线 不过可以看到室内和室外地板上还残留血迹 因为这里刚发生一起杀人案件 事发就在昨天晚上10点多警方接获通报 淡水中正路21巷内一处民宅有人遭到砍伤 警方随即赶到现场 初不了解一名装潢公司的理性前员工 过去多次拿走厂商要给老板的工程款 前前后后加起来大约一二十万元 于是昨天相约员工宿舍谈判讨论 老板要讨工程款瞧不拢过程中发生口角纠纷 仪器之下理性男子从随身包包拿出一把开山刀 意图砍伤对方 陈信前老板马上从桌下拿出折叠刀对质 不料双方在推挤中 陈信前老板刺伤理性男子的胸部和肩部 造成他身上多处刀伤 当场Oka送一抢救后宣告不治 警方到场后将涉案的陈信嫌犯 和三名在场人带回派出所厘清案情 全案将陈信嫌犯依杀人罪嫌移送侦办